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其中一人手里拎着一个袋子 似乎刚刚买完东西 我们在超市面买的那些鱼丸啥的准备做火锅呢 两个人悠闲地往家的方向走去 在半个小时后 一桩离奇的案件即将发生在他们身上 有人报警打计划称 这是谢城的北河社区 龙岗县29号发生了一起迟到陆氏抢劫案 陆氏抢劫案件在我们亲身不多见 所以说这个案件发生以后 巨大卫非常重视 这里先跟大队不惜一切代价 付钱力 钱力把案件尽快这一步下来 案发现场位于沁水县城的一处居民区 受害人是两名18岁左右的年轻男子 他们家民警讲述了案件发生的经过 当天中午12点左右 受害人隋江洛和朋友徐泽成买完东西一起回到家中 这是隋江洛租住的一间房子 两个人开始边吃饭边喝酒聊得非常开心 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那两个男的 直接就是泡沫肉 把椅子给我踩翻了 拿着刀 直接夹在我脖子上 当时我没敢动 我又蹲在那了 把他那把胡椒用胶布踩起来的 徐泽成在那里叫唤 然后那两个男的上去打了他 他拿着刀背面 然后往腿上 踩着脸上 没喝完这酒 然后就倒在头上 然后人家就开始翻我动 然后手机 还有电脑 其他的不知道还有什么都被抢走了 适合清典发现 两名闲人抢走了受害人徐江洛的一部苹果手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 以及徐泽成的一部三星手机 总价值在九千元左右 明镜小城突然发生抢劫这样的恶性案件 引起了沁水警方的高度重视 但是两名嫌疑人在作案时都戴着口罩 并且还用胶带蒙住了受害人的眼睛 因此从受害人那里 警方并没有获得有关嫌疑人体貌特征的有价值的线索 但是就在民警对案发现场进行初步勘察之后 他们感觉到这些抢劫案与一般的案子似乎有些不同 最先引起他们注意的就是案发现场所处的位置 另外从作案后便于逃跑的角度讲 这里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目标 阿弗星人就是前面这个胡同 但是前面这个死胡同 没有出口 有些人逃不出去 因为这里呢 这个胡同也是个死胡同 但是些人也不利于他逃窄 这而且立东路 立当地解密 他如果带作案工具 或者出去以后 打车也走 不利于逃窄 所以我们往后就改这个工作 所以阿弗星人也有其求 案发现场不同寻常的地理位置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经过进一步的勘察 他们又发现了更多的疑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案发现场 以及周边情况的示意图 中间这个位置 就是案发现场所在的一个二层的小楼 在这个楼的一层 住的是房东 而这个楼所在的院墙外侧 有一个独立的楼梯 顺着这个楼梯可以到达二楼 在二楼呢 一共有四个房间 分别住着四个不同的租户 而受害人隋江洛 他所住的房间就在最里侧 让民警感到疑惑的是 嫌疑人在作案时 没有去抢一楼的房东 也没有去抢二楼外侧的三家租户 而是直接奔向了最里侧的隋江洛 所在的房间 由此可见 嫌疑人作案的目的十分明确 警方有此判断 这很有可能是一起熟人作案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 又究竟是谁 盯上受害人 聚焦一线 直即现场 蹊跷结案 幕后并有隐形 其中一个人就问他 他们俩说 你们俩谁信随 什么过节 让他招来如此抱负 是生意 站稳别人的市场 别人想把我挤出去 是感情 我跟我女朋友很好 没有去招惹任何女人 根据案发现场所处的环境 警方初步判断 这些响断案是熟人所为 果然 在对受害人隋江洛和徐泽成 进行详细询问后 民警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 两名受害人反应 就在嫌疑人 把他俩绑起来后 问了他们一句话 其中一个人就问他 他们俩说 你们俩谁信随 咱们这个报警的 这个受害人就说 我信 然后人家说 今天来的就是你 嫌疑人的这句话 印证了警方 最熟人作案的判断 而他们接下来的举动 就给警方提供了 更多的线索 咱们明白 谁是隋江洛之后 一名嫌疑人打起了电话 称呼对方是宝哥 然后就说 宝哥 我们要 你要找的人 我们已经找到了 你看怎么处理 然后也没听见 那个电话里面说什么 反正他说 好 明白了 是不是 因为他在外面招惹了谁 谁来打击报复他 但是 受害人隋江洛表示 自己根本就不认识 叫宝哥的人 我不知道 我刚去清水 我还不了解 什么宝哥 什么的 那么 这个宝哥是谁 他又和隋江洛这样一个 刚来庆祝的年轻人 有何冤仇 自来想去 隋江洛告诉警方 这个宝哥 也许是自己生意上的对手 他是在我们庆祝市座 药品推销的 是一个医药公司的 业务员 刚来庆祝 住房居住 就是十几天 有可能是 他做这个生意上的事情 怕引起别人对他的吵害 这种情况 这样别人的市场 别人想把我挤出去 所以想下午下午 把我从清水赶走 警方立即 对整个清水县 从事药品推销的人员 展开调查 但一时间 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 他代理的这个药 好像 这达曼山西地区 不多 就这么一两家 没有别的厂家 在过这里面 往这个市场里面放药 就在此时 另一个受害人 徐泽成 反映了一个情况 引起了民进的高度关注 他说 徐江洛 之所以招致报复 也可能 并不是因为生意上的事情 而是在感情问题上 惹出了麻烦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 奖他们的那两个人 曾经提到这一点 对咱们这个 信随的这个 输害人说 宝哥说了 你这家伙 在外面 沾花 折扫 今天我们就是来 教训教训你 因为你惹了 不该惹的人 这样说的话 就是认为 这个 他在女的方面 然后掺脚的人 太多了 这一新的线索 让民警很是振奋 但同时 又感到了一丝疑惑 为什么在此前的调查中 受害人隋江洛 没有提到这一点 难道 他是想隐瞒什么吗 这个我们当时 就 重点围绕 这个隋家乐 交往朋友这方面 这样的情况 重点进行了询外 但是这个隋家乐 他当时 好像有意地 回避我们 让我们感觉到 他当时 好多话 不想和我们讲 我不想说这 不想聊 因为毕竟 这些事情 是我的个人隐私 不方便透露 网人隋江洛这种态度 让民警有些为难 而从他的朋友 徐泽成那里 仅仅似乎了解到了 他这么做的原因 提到说 隋江洛 换女朋友 就像换衣服一样 不停地换 到一个地方 他总来找到 就是 女孩子 就是看到他朋友 徐泽成猜测 也许隋江洛觉得 这样的事情 不太光彩 才有意向民警隐瞒 他反映 就在案发前一晚 隋江洛 还曾因为这个问题 跟女朋友 发生激烈争吵 两人进行长世界的通话 而且在通话的过程中 两人发生了争吵 到了最后 甚至发生了谩骂 他说 当时的时候 这些 性质的受害人情 也比较激动 说会不会和这个事情 有关系 徐泽成反映的这个情况 让民警非常重视 案发前一晚 隋江洛 刚和林友吵了架 第二天 案子就发生了 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有没有可能 是隋江洛的女朋友 发现她移情别恋 而找人实施报复呢 为了弄清情况 民警立即进行了调查 他确实是 谈了一个女朋友 这女朋友比她大几岁 而且他们谈的时间 应该有两到三年了 我跟我女朋友很好 没有去招惹任何女人 我吵架 因为我俩闹毛队了 但是 还不知道这其他什么事 在民警的追问下 隋江洛承认 她的确在案发前 跟女朋友吵架 但她说 那是因为别的事情 而根本不是所谓的 拈花惹草 他们两个之所以吵 是因为这个 隋家的父母 就是 反对他们两个人交往 觉得他们两个人年龄还小 他们两个才因为 这个事情吵的 但是并没有因为 什么感情问题 或者也没有因为 这个女方 有别的别的人 和她见在这种情况 经过调查 民警最终排除了 隋江洛女友的嫌疑 现在 暗得查了一大圈 但那个叫宝哥的幕后主使 究竟是谁 警方却依然毫无同意 直到大家 一起消沉之时 受怀人隋江洛 却忽然主动找到了民警 她反映说 她刚刚想起了一件 非常可疑的事情 她来了清水以后 通过微信 加了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 这个微信名 好像叫什么宝 这个女的 我是不认识她的 就刚开始的时候 说发你好 你好 她比较可疑指出的 就是说 她加上这个女孩以后 聊了几天 这个女孩又把她散掉了 就是不和她聊了 过了几天 又特材把她加上了 她们直接又聊开了 微信上的这个女孩 如此异常的举动 立刻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我们当时就 围绕这个 名叫宝的这个小姑娘 在开调查 这个微信的账号 你熟悉不熟悉 有印象 你们是认识还是怎么的 也不是认识吧 就是在网上 看到了这家 通过对她周围的人 包括领导呀 朋友呀 或者什么 进行了解 说这女的不存在 出来是 也会因为和别人 发生口奖 或者什么 然后就 找别人去 对别人进行打击 报复呀什么 所以我们当时 也就把这条袖子 给拍出来 警方围绕受害人 隋江洛的社会关系 展开了调查 结果一无所获 而那个神秘的宝哥 他依然是深藏幕后 不露真容 在这种情况下 民警不得不返回来 重新审视这一案件 既然隋江洛 跟谁都没有明显的矛盾 那么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 那个所谓的宝哥 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只是嫌疑人 为了迷惑警方 而释放了烟雾 警方决定将调查的重点 放回到案发现场 要从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 录像中去寻找犯罪行 很快 他们有了惊喜发现 轨迹追踪 线索终于出现 精心眼妆 真面目却再难隐藏 危险故人 一线继续播出 这是距离案发现场 不远的一条公路 就在案发当天 中午的13点15分 也就是抢劫案 发生大约20分钟以后 一个监控摄像头 捕捉到了两个可疑的身影 看这两边 一个穿到红衣服 一个穿蓝衣服 这个比较明显 两个人应该是都戴着口罩 一个戴着黑色 一个戴着黑色 因为那俩人 他说这俩人也是戴着口罩的 这个人应该是比较符合的 然后咱们再注意 看一下这个蓝色衣服 这个人手里 抱了一个大小 和笔记本电脑 大概差不多 然后外面还有一个包裹 这个比较可疑 他们就从案发现场 这个方向过来 距离案发现场 路程大约不行的话 就是10分钟 应该就差不多到这了 经过测算 这两名男子在监控中出现的时间 正好跟嫌疑人作案后 逃离到此的时间完全吻合 因此他们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引紧进行追踪 很快又在另一处监控里 发现了他们的踪影 发现这两名协议人 是坐了一辆出租车 我们就甩急通过这个出租车公司 找到驾驶 这辆出租车的司机 他对这两个人 印象还是比较深 因为这两个协议人 他上车以后 少计 问的是去不去运程 这个司机因为他是女性 他也害怕运程比较远一点 他就说如果是去运程的话 他自己就不去了 之后又说 他们要去杨城谢的秦池镇 杨城谢的秦池镇 和我们谢是紧挨着的 自己回忆 那天那两名男子 最后去了临县的秦池镇 但到秦池之后的行踪 他就不清楚了 明星马上赶到了秦池镇 但让他们失望的是 由于小镇街道上的 监控设备很少 他们并没能发现 嫌疑人的踪迹 这两个人 协议人的 轨迹 就此中断了 再找不见他们的事情 不知道他们去到何方了 不过可喜的是 另一路调查 案发前嫌疑人 行动路线的民警 却有了重大收获 这是某超市门口的 监控路线 就在案发前 大约半小时 两名嫌疑男子 出现在了这里 大约两分钟后 两个人走出了超市 两名警高兴的是 这次他们并没有戴口罩 因此 整个面部特征 清晰地暴露在了 监控画面当中 根据受害人 其出租车司机反映 嫌疑人为外地口音 据此民警判断 他们很可能 正在浸水住宿 因此 在获得嫌疑人 清晰图像后 他们马上 对县城里的 所有宾馆旅店 展开了排查 最后在离案发现场 不远的一个 民营的小旅馆 然后老板给我们反映 就是案发前一天晚上 这两个人 在他的店里住店的 大概什么世界登记的 就专业了吧 他用的什么登记的 专业生互战 刘凤22岁 刘恒23岁 安徽省泰河县人 正是本案的 两名犯罪嫌疑人 得到这一线索之后 我们立即赶赴 他们的老家 安徽省泰河县 展开调查 但是去了以后 他们家里面的 亲戚朋友反映 他是一个在石家庄 卖板面 一个在辽宁朝阳 卖板面 最近就没有回过家 正当民警 积极追查两名嫌疑人 下落的时候 2014年2月 从安徽泰河警方那里 传来消息 刘凤 刘恒两人 主动投案自首 现在我们先知道 是躲是躲不掉的 自首 争取宽杂处理 早日出来 毕竟做错事 要接受法律的支配 没办法 正在高墙之内 刘凤 刘恒 对当初的行为 追悔莫及 他们说 都是一面之差 才落到如此下场 2013年12月21日中午 刘凤 刘恒 悄悄地来到了 受害人徐江洛的住处 他那是个小道 往里边有个胡同拐进去 然后再往上楼 在最里边一见 还是心里害怕 等完一等 再进去看 要进去的时候 我心里就心生胆怯 我还拉那个二号 拉了两次 拉他 我说我不想进去 感觉这个事就不对 刘凤说 就在那一瞬间 他忽然感到自己 正在做的这件事 非常荒谬 他不知道 为什么会站在这里 接下来又该如何行动 在他的人生中 他还从未像现在这样 偏离轨道 之前我在石家庄那边 不是开店 就是卖小吃 两个人一个月 分个一万多年 案发前 刘凤和妻子在石家庄 进一家小面馆 生意还算不错 但日复一日辛苦的劳作 让他对这样的生活 渐渐心生厌倦 看着身边别的年轻人 轻轻松松 就过着富足的日子 刘凤非常羡慕 他满心渴望 一个更快 更赚钱的门路 就在这时 老乡刘恒 正好从东北来找他 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做点什么 就是想干点 就是什么 就是想干点 文法的事 什么 就是意思就是说 来钱快吗 就是说什么 现在 当他们真正站到了这里 两个人 就又不禁心生惬意 然而 见义在闲 迷失的理智 让他们忘记了 回头的路 现在后悔 出山后悔了 整天 如果有后悔 又要做好 对 撤到自己来 不想 不想要后果 对于他们来说 设置金也不深 他们不知道 失去自由意味着什么 当他们真正 到了看车所以后 一提到这件事情 都特别的悔恨 犯罪嫌疑人刘邦 刘恒 承认了自己 抢劫的犯罪事实 但是 警方明白 这并不是事情的 全部真相 因为还有一些疑问 没有解开 首先 两名闲人 都是安徽人 他们做生意的地点 一个是在河北 一个是在辽宁 他们从来没有来过 案发地进水 那么 他们为什么 会选择在这里 做案 第二 据闲人供述 他们抢劫 只是为了钱 而所谓的宝哥 所谓的报复 都是为了干扰警方 而编造的谎言 但问题是 他们两个人 在作案时 曾经问过 受害人一句 你们俩人 谁姓隋 他们又是怎么知道 隋江洛的姓名的呢 要想解开 这两个疑问 警方发现 关键点 竟然指向了 同一个人 这个人曾经 积极地向警方 揭露隋江洛的 感情状况 他如此 卖力的背后 到底是为什么 随着调查 一步步的深入 真相 令人瞠目 昔日好友 却牵涉重大嫌疑 明明就不可能 他没有任何理由 这样子 鬼秘行中 终于揭开真凶面容 危险故人 一线正在播出 警方怀疑的对象 这是此前 结案中的另一名 受害人 徐则成 这是徐则成的 户籍资料 当看到他的户籍 所在地时 民警的心中 一惊 发现了一个 比较 奇怪的 让我们比较吃惊的 一个信息 发现他的呼吸力 也是安徽太恶极 如此惊人的巧合 让民警心中 顿生疑惑 结合此前 徐则成曾多次 积极向警方 提供各种重要线索 他们断定 这个徐则成 与本案的关系 绝非看上去那么简单 果然 随着调查的进行 更多的疑点 浮出水面 他是案发的 前一天才来找到这个 才来找到这个信 谁的受害人 他是从外地来的 徐则成 平时在山西旅阳上班 案发前一天 刚刚来到浸水 而第二天 随将诺就被抢劫了 实践上的这一惊人巧合 让徐则成的嫌疑 瞬间上升 民警大胆推测 这起案件很可能 是他联合 刘邦游恒两名嫌疑人 一起策划实施的 然而 对于这样的怀疑 受害人随将诺表示 绝不可能 根本就不可能 我没有伤害过他 我没有负过他 他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 随将诺说 他跟徐则成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在一起玩的时候 花钱都几乎不分彼此 不管如此 他们的父辈也都互相认识 是几十年的老朋友 就凭两家这样的关系 徐则成怎么会联合别人 抢劫自己呢 但是 警方却并没有放松 对徐则成的调查 他们反复查看 徐则成来浸水后的行踪 果然 在一段监控中 发现了线索 这是案发现场门口的一个监控 案发当天中午11点52分 徐则成和随将诺 买完东西回到家中 但是 过了十几分钟 12点05分的时候 徐则成又一个人走了出来 为了弄清徐则成下桥的目的 宁锦又叫取了另一个 装在小桥附近的监控 没想到这下子有了意外发现 潜艺人如奔由衡 竟然在同一时间也出现在了桥上 他来的时候 他好像回头在看谁 然后他们俩都在这立住了 好像是在等谁 就在这时 徐则成从画面左侧出来了 然后这俩人看到他以后 好像是和他有个目光的交流以后 这俩人先下到桥下 然后徐则成紧随其后 也朝这个桥下走下去了 这一监控录像确造无意的证实 徐则成和刘邦刘恒爱人不仅认识 而且在案发前曾经见过 这也成为确定徐则成涉案的重要证据 为了稳妥其见 宁静又调取了徐则成的通话记录进行调查 发现他在案发前后 与伪号为9093的手机号联系频繁 而这正是嫌疑人刘恨的号码 做这个事情之前 你知不知道这个后果有这么严重 我知道 错就是当初没有听我妈的话 他们俩要过这边来的时候 我妈说你现在让他们过来 往两天先回去吧 然后我没有听我妈的话 就你觉得完全是交友不善 导致现在这个后果 对 我感觉要不是刘凤的话 我不会做到这种地步的 报案后 徐则成承认 他的确参与了抢劫 但是他说 这一切都是朋友刘凤和刘恒逼他做的 他自己并不情愿 这个事情是他们俩走这个 实验庄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个想法 但是没有找到这个合适的人 然后那天随着给我打电话 让我过去玩 然后当时他们也在呢 他们说 那朋友这个 有没有之前的东西 我就说这个 有个电脑手机 之前我们都在一起玩 我都知道 徐则成说 听到随将诺年纪不大 就用着高档手机 以基本电脑 他们立刻就把它定为了 抢劫的目标 而徐则成自己虽然并不情愿成为同谋 但碍于朋友情愿和刘凤两人施加了压力 最后还是选择的屈从 我感觉我的作用就是说 嗯 把他们带过来的 就是 就是路 对 但是经过我们了解吧 这个刘恒和刘凤 这两名协议人来 庆舍的路费 以及在好马住宿的那个 住宿费 都是徐则成出的 这种情况不太像 美习 据刘邦刘恒供述 2013年12月 他们去找徐则成 打算结伴回安徽老家 闲聊间 谈起生意难做 收入有限 三个人渐渐萌生了抢劫的念头 几天 徐则成主动提出 朋友随将若家境富足 是个合适的人权 因此 经过一番策划 三人定下来的因外合 只是抢劫的这一计谋 刘邦刘恒手机和徐则成手机 始终保持着联系 徐则成就是给徐则成一期 他在哪地方住 然后呢 我俩就在后面跟着他俩 学习进屋 正常都把煤管的 这都是学生 事先说我爸没给你俩留着 虽然顺利地完成了抢劫 但徐则成的心情并有预想的轻松 就在他迈出危险一步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知道 事情迟早会暴露 而事实也正如他担心的那样 这个计划终究还是如泡沫般破灭了 实际上当时 这种事情额阿杰破火以后 我没感到这个事情 也有点 真的觉得挺可笑的 乍一想的话 你说他是抢劫案的话 但是他好像又隐隐约约中 让人感觉他又和普通的抢劫案 又不同 这更像是三个人的一出闹剧 就像是在野电视 或者野电影这样 如果有一点不同的就是 他们当初想的是 他们不过被抓住 但结果他们是被污染情况掌握的 而得知真相的隋江洛 比徐泽成这个曾经如此亲密的朋友 也充满了痛惜和不解 你刚听到这些消息 有什么反应 电影 我说我知道了 就这么简单 对 但是你内心呢 冲不住呗 想不通啊 我想见面 好好跟他聊一聊 好好谈一谈 就是朋友之间的谈话 就问他 我在他心目中中 到底是什么 我就想知道这个 被朋友背叛的刺痛 到现在依然困扰着受害人随江洛 但让人意外的是 在徐泽成被捕后 他向警方递交了一份谅解书 毕竟做了这么久的朋友 我也不想让他做那么多年 今天就是说给他一个惩罚 想想自己 做了什么傻事 值不值得 三个年轻人 在贪念的驱使下 自作聪明的策划了这么一出抢劫的闹剧 也许在他们看来 金钱远远比友情 来得更为实在 可是一旦触犯法律 他们将追悔末期 也许正像受害人随江洛所说的那样 让他们在失去自由的时间里 认真的去思考一下 自己做了什么事 值不值得 目前本案已经移交到检查机关 审查起诉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辰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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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上辉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